對我來講真的很有意義 在這個過程中 你一定要尋找到自己的特色 一定就會有人看見你 你依然能夠發光發亮 對我來講真的很有意義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那時候 不算有人陪著 就是也是在一個 我覺得算是蠻完善的 操作偶像的公司 在當時是最好的公司 所以我覺得我跟少女們一樣 有很好的運氣 所以我們要比別人更努力 在這個過程中 你一定要尋找到自己的特色 然後一定就會有人看見你 你依然能夠發光發亮 如果玉米跟豆腾之後 想要朝女皇或男皇發展的話 你會支持她嗎 我還找你先說 我才不必說誰 其實豆腾很有天分 他其實鼓打得非常好 然後就已經開始學鋼琴 他第一天就兩隻手一起彈了 然後第二次上課 他已經就是自己整首歌會彈了 第三次上課 他突然去按那個腳踏墊 所以他其實 很有天分 然後他又 又長得很帥 真的真的 又長得很帥 又長得很帥 所以 我是覺得 因為未來 我覺得孩子的發展是 還是看他自己的喜好 如果不拍戲的話 現在又不需要隔離的話 我大概就是可能兩個禮拜最長吧 以前我很分開的時候 他會哭十天 每天晚上睡覺前 然後後來變七天 後來變三天 後來變一天 後來就不會哭了 太棒了 所以我覺得孩子也是慢慢 孩子也是要 就是在成長過程裡面 是會要學習分離嘛 然後也會去 有這個想念的體驗 跟自己要更獨立 但我發現我每次分開回去之後 他會更獨立更長大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覺得 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分離焦慮症是你 對 是我 我承認 我其實今天就很不想出門了 因為我出門前女兒 今天情緒不穩 昨天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低燒 就是打預防針 然後今天早上就一直抱著我 我其實是很忍心的 把他挪給保母 然後一頭也不回的出門 其實我是很捨不得離開家 因為他對有一點 他就知道這樣 那你給他CNB的看 下幾題 沒有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